一辆狗漏车准备出发饭店 但是这辆狗漏车却跟以往不同 有点非同一般 原来这辆狗漏车上装了非常多的名犬 比如金毛犬、拉拔拉多犬、法国斗牛犬跟恶霸犬之类 都是价值非常高的品种 而不是像以往一样装的中华田园犬 围观群众了解了这群名犬的遭遇之后 纷纷表示气愤不已 原来这帮狗个个曾经都为它狗主人赚了好几万元 原来这一大车名犬是刚刚从一家犬舍里面 批量收购回来的 收购的价格非常低 每只的价格只需要300元 为何这些纯种犬价格会这么低呢 狗漏商贩说 虽然现在宠物市场没有前几年那么景气了 但是一只小狗卖个七八百块 一千多块还是有人要的 而像狗漏车上的这些名犬 以往一年可以生两窝小狗左右 也就是说每只种犬每年创造的价值 都可以给它主人带来一两万元的收益 既然这些狗这么值钱 为何又会上狗漏车呢 原来狗活一年等于人活七年 狗能生育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只有区区四五年时间 一只小狗往往长到一岁半左右 才可以开始正式的生小狗 而生到六七岁之后 这只狗的年龄就渐渐偏大了 一般七岁的狗就等于人类五十岁左右的年龄 也就是说一只种犬到达七岁左右 它就要进入退休的行列 它基本上已经不能正常的生育 哪怕勉强的让这些种犬生育的话 小狗的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 一般比较善良的犬色主人 一只种犬到达七岁左右的年龄 它就会给它找一个领养家庭 直接将这些种犬送给领养家庭 让他们好生喂养就可以了 往往都是免费的赠送给老客户 但是今天这家犬色的老板非常狠心 这家犬色种犬是非常多的 种犬数量达到一百多只 退休的老年犬数量也非常庞大 已经达到二十多只左右 这家犬色的老板不甘心 二十多只种犬就这样免费的送给别人 于是他联系到了狗肉商贩 以平均每只三百元的价格 把这批种犬通通出售给了狗肉商贩 这一车即将进入饭店的曾经的名犬 让围观的群众感觉伤心不已 当场就有几个小伙子买了几只 法国动牛犬跟恶霸犬回去 表示自己要好生喂养 但是那些体型更庞大的 哈士奇犬 金毛犬 却没有人去收购回家 围观的群众纷纷表示 这些大型犬食量太大了 表示养不起 所以没有办法 这些曾经的大型鸣犬 很快就将进入饭店 成为人们的下酒菜 请不č庞友订阅